Hello, I'm Nora 今天跟大家分享常见的英文大配语 在英文的世界里 有非常多的习惯用法 或者是固定的表达方式 当你累积越多的英文大配语 你的口语力自然也可以提升咯 那今天要介绍的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 The first one,第一个 Make an effort Make an effort 努力 Make就是来表示进行某项动作 那跟effort搭配就可以表达出付出努力 Take a break Take a break 休息 Take在这边呢 也是当动词使用 进行某项动作 那跟break搭配使用呢 就可以表达休息 Catch someone's attention Catch someone's attention 吸引某人的注意 这个catch就是抓住 当你抓住某个人的tension 那当然就是吸引到某人咯 Give it a try Give it a try 试试看 Give就是给予 那跟try搭配使用呢 就是你去尝试的意思 Save time Save time 节省时间 Save 表示 除去保留的意思 跟time搭配呢 就可以节省时间咯 Take into account Take into account 考虑 Take在这边呢 也是当动词使用哦 进行某项动作 那跟account搭配呢 可以表达你考虑了某些事物 今天的常见英文搭配语呢 相信大家呢 也学到了许多在生活中 常见 常用的例子咯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